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要做一道上海菜饭 好像没有在节目上 做过这样子的饭 如果去餐厅的话 炒饭跟上海菜饭 其实我会比较喜欢点上海菜饭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盛志老师 哈喽 大家好 老师好 看起来材料非常简单 因为这个的话 我们在家里面都可以简单来操作 那这个饭是要 就是人家不是说炒饭 要隔夜饭比较好 像的话我们可以 如果说有剩饭的话 你就可以用隔夜饭 那家里面的话 如果说煮热腾腾的饭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那会不会做起来做法会不一样 不太一样的话 是因为隔夜饭它比较粒粒分明 那上海菜饭是要吃它的菇味 跟这种香气 跟它的微微的水分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可以用热饭来做 所以热饭其实也没有不好 没有不好 是可以的 好 那会不会就是热饭 它会不会比较会黏或怎么样 热饭是还好 因为冷饭的话 比较需要用打它 它才会散 但是热饭下去的话 只要你的比例是1比0.9 它的水分比较少 像炒起来就会炒散 是 是 是 所以呢不一定一定要用 就是隔夜饭 或者是你有隔夜饭也都可以 反正两种都没关系 但它的做法的话 你可以用炒的 也可以用放到电锅里面去煮 也都可以 电锅煮 对 就是等于像我们在蒸饭一样 只是说把炒好的料丢进去 拌一拌 水 跳蹄就可以了 对 也可以 但是我们今天是用炒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蒸过之花的青江菜 就没这么的漂亮了 也可能会变一点点黄 就会变黄 对 因为有闷到了 所以就会变黄 但是我们今天用炒的方式 我觉得是蛮漂亮的 好 那再来看到我们今天是用米饭 然后还有迅菇的方式 我们就用干香菇 或者是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红喜菇 也可以加红喜菇 就任何菇其实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干香菇它的香气比较香 对 我也满喜欢 对 好 再来是主角里面的 会加入青江菜 青江菜 好 然后还有呢 这个有没有很常见 熏豆皮 这个是豆皮里面的烟熏豆皮 对 因为萨海菜饭里面都会加什么呢 腊肠 精华 火腿 可是我吃大部分没有耶 真的吗 奇怪 可是我就是喜欢看到饭里面 有一点绿绿的 对 但是它里面的话 会加一点点的精华 火腿 或是腊肠 或熏肠 所以要让它有一种烟熏的味道 所以我就会用这个 用豆皮 对 其实蛮香的 它有那种鸡肉的味道 其实我蛮喜欢烟熏的味道 对 所以我们就等一下切一切 把它拌进去 所以听起来很简单 对 好 然后加一点盐巴 酱油 香油 把它拌进去炒一炒就可以了 好 香菇的部分我们切丁 所以感觉上就是那种 冰箱就会有的那些 食材 对 那一定要用青江菜吗 不一定 你可以用小松菜 青松菜 或者是那个 比较梗 比较长的 小松菜也可以 梗比较长的 就是像那种菠菜类 不是有梗比较长 叶子比较大片 那个也可以 对 好 把它切成丁 还要切成丁 所以等一下青江菜 也是把它切碎是不是 把它切碎 对 所以香菇就要配合一下 就是要把它切成丁 对 好 切成丁 我觉得台湾的香菇 真的是种得非常好 对 不管是这种甘香菇 还是各种 现在你在超市都买得到的 一包一包的 现在好多菇 去超市都超多品项可以买 有什么精华菇 上次有看到精华菇 有 就是头是金色的金正菇 那个其实蛮好吃的 也蛮好吃的 对 然后还有什么五菇 黑豪菇 黑美人 其实都名字都取得很好听 对 所以你在讲 我都搞不清楚状况 我每次去都琳琅满目 不知道要吃什么 但是其实吃菇 对 身体蛮好的 就多糖体去摄取 那这个 而且它有很多膳食纤维 对 好 那这个烟熏豆皮 切小丁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上海菜饭 就它炒起来里面 你看有蛋白质 然后有香菇 有青菜 其实我觉得它是很健康 很健康的 然后如果你又用不沾锅 其实油也不会太多 对 油也不会太多 我们家自己 其实有时候像现在应该 很多人跟我们一样 就是家里面只有两个人 所以你煮一杯米 常常也不一定吃得完 对 就很尴尬 可是你又不煮一杯 就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抓那个 量 水量 对 那所以常常我都会累积个三四天 就会有这样子的剩饭 我就把它拿来炒一炒 其实蛮方便的 对 所以老师今天浇这个上海菜饭 其实我觉得真的还不错 对啊 料好多耶 因为一般来说炒饭就是会加蛋或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加一些像豆皮这些 对 把它加进来就可以了 好 再来看到的是青江菜 青江菜我们在洗的时候也有诀窍 因为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泥沙 都藏在那个头那边 对 所以你在洗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朝下面冲 它冲它的水就会冲得比较干净 就是大概切一下就可以了 有一些人他会觉得青江菜好像有一点点味道 这个味道是它有点生的那个味道 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炒青菜的时候 如果说要让它去除这个生味 我会把油加得多一点点 例如说香油或者是沙拉油 油只要多一点 它炒起来会比较滑顺一点点 所以那个味道也相对就比较不会那么重 对 因为像有时候素食的一些蒸饺 那种花束蒸饺 对 吃起来会涩就是它油脂不够 所以会加比较多的油 吃起来比较滑顺 花束蒸饺里面的菜是什么菜 也是青江菜 也是青江菜 对 我都只知道吃 其实有时候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不过花束蒸饺也是我满爱点的 对啊 我一个蒸笼就满好吃 对 好 我们就热锅 所以看起来目前很简单 就是把所有的材料都把它切成丁 切成碎 对 把它切成丁就可以了 其实非常简单 那我们在锅子里面加入一点沙拉油 那其实如果说你想要用比较好的油 你可以用橄榄油来去做都可以 我正想问 真的 可是会不会有味道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自己加热过后之后 它的香气有被香菇 还有这些其他蔬菜去搭配完之后 它就比较不会那么有清炒味 然后你最后又有那个就是香油 又有香油 对 我刚刚正想问 真是有默契 对 真的 好 那也可以加什么玄米油 或者是那个芥花油都OK 对 反正你家里习惯用什么油都没关系 对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香菇加下来 我觉得香菇就有干香菇 在煮的过程中 就是它那个炒香的那个 那个香气真的很棒 那像香菇其实有分很多的品种 那它有大小朵 那有什么花菇 花菇 然后什么红菇都有 对 那它那一些其实都不同的作用 不同的作用 那有些是适合炒 有些适合煮汤 有些适合泡一泡之后切来吃 这样也可以 对 什么东西适合泡一泡切来吃 就是像这种香菇泡一泡之后 就可以直接切 其实还是要炒 对 那像我前阵子去国外 去香菇 去香港 对 然后我就买香菇 其实蛮便宜的 它那个是不是叫做花菇 花菇 那还蛮大多 而且很厚 很厚 对 那时候我就有买大概两斤回来 那一些应该是适合煮汤 适合煮汤 或者是 做一些像是绘的东西 不如你可以泡完之后 斜刀切完之后 你可以绘个什么香菇素蚝油 芥兰菜 那种比较港式的一个做法 所以原来你出去也是在找食材 主要还是喜欢买东西 对 所以人家采购是买衣服 买什么东西的 你是买食物 我觉得买干货都不错 对 也是 因为比较便宜 像他们一斤的话 大概跟台湾的价格来说是一半 一半而已 一半而已 大概四五百块而已 台币啊 蛮便宜的 一斤四五百块 对 正常台湾的香菇 一斤都要一千多块 对 我可能好像没有注意 到底它是多少钱 因为我通常比如说 就是买这样子一包 对 可是因为它很轻嘛 很轻 对 所以没有注意到 它一斤是多少钱 所以常常有时候我去市场 然后买水果回来 我先问我说 那这水果一斤多少钱 我说 我不知道 没关系 有买到就好 对 我就是说 我通常都是说 这个多少 这个 这个 然后就这三个加起来多少 我知道总价 可是单价可能 我就没有去注意 没有去注意 没关系 好 让它炒到有点金黄色 好香 然后又有点点起泡 让它起泡 香气就会出来了 那在炒的时候呢 就尽量就是中火慢慢炒就好了 对 因为如果说你火太大 就容易去就上色 它味道就会焦掉 不过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油 所以老师你刚刚那个油大概 以比例来讲大概是多少 大概20克左右 20克左右 对 因为还是要有点油脂进去 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烟熏的豆皮 好香啊 就可以加下来了 豆皮先下 所以我们刚刚先下香菇 然后现在下豆皮 对 这些都是有味道的 对 顺序不能搞错 不然那个香味 对 结果就不见了 熏豆皮下来之后 那个油也差不多被吸掉了 对 而且熏豆皮下去之后 其实我觉得它那个香会更香 那个香气就出来了 还是要用熏豆皮啦 如果这个时候选择用那种 一般的买豆皮可能就够 对 那如果说买不到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烟熏 但我觉得不太建议 你们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个礼拜 都是那个味道 买得到 对 连我都买得到那就是买得到 对 你可以用像是茶叶啦 二砂糖跟面粉 然后下去用那个铝箔子 做一个碗 把它加进去 然后开一火下去烧 然后盖盖子去烧 烧到有点黄烟的时候 就可以关火 对 那如果说不想要让家里面 有这个味道的话 你可以拿卡丝如去你们家外面 去烟熏 好了之后顺便烤点肉进来的 可以对不对 好 一样炒到金黄上色 好香喔 现在就是有那个香菇的那个香味 还是一直存在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米饭 可以加下来了 所以 你这个很明显就是冰箱拿出来的 对 真的叫利利分明 它是一颗一颗整个滚下去的 这样大概应该是一碗吧 一碗 差不多 好 下来的时候呢 因为上海菜饭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的水量可以多一点点 让它去吸薄一下 好 加一点下来 所以反而要加水 要加水 好 难怪刚刚老师说 如果你是刚煮出来的饭 水分多一点也没关系 对 因为它是要有点水分进去的 对 它就代替有点像蒸的感觉 对 你看喔 它下去水分就吸干了 对 而且这样好像会把那个香菇 跟那个豆皮的香气 再把它粘上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酱油 一点点就可以了 只是要调一点颜色而已 对 大概一小时而已喔 如果你加太多 可能它颜色太黑就化饭了 就变炒饭了 你就会觉得老师们好厉害 可以这样子晃那个锅子 我没办法 手会没有力 对 好 那我们的清香菜就可以加下来了 好 这个时候表示已经快要好了喔 好 清香菜的话 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你一定要把它炒熟 那如果没有炒熟的话 清香菜它容易黄掉 没有炒熟反而容易黄掉 对 它会容易黄掉 因为就是有点像闷到的感觉 它就会黄掉 它其实跟九层塔差不多 九层塔如果说没有炒熟 它就会有点黄黄的 黑黑的 对 黄黄黑黑的 所以虽然只是简单 好像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炒饭 可是你要把它炒的色香味要聚全 所以其实真的上海菜饭还蛮简单的 好 那一般在餐厅里面如果是荤食 它会不会是用猪油 猪油吗 这我不太知道 不知道 应该也是会加一点动物性的油脂 对 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在餐厅吃 它那个上海就好像香气很够 或许像老师讲的 可能它会加一点那些火腿 或者其他的 它可能是煸过之后 它油吃进去 好 一点点的盐巴 调一点味道 好 还有香油 所以香油下去之后 不就等于差不多也快要起锅了 对 香油差不多就可以起锅 那个香油的香气就出来了 好好吃 你看 这个饭看起来就跟一般的饭不一样 你看 有红的 黑的 绿的 对 看起来很丰富 很丰富 我看你的料比那个饭还要多 好 我们试一下味道 通常都是没问题的 我看老师都很厉害 随便抓两把下去就是刚刚好 就差不多味道 老师刚刚那个盐大概只有一点点的 一点点 大概不到四分之一吃 一点点了 好 我们再浮一点点水进来 好像在补水啊 让它口感会比较稀润一点点 然后看蒸汽上来 对 拌一拌 对 好 这样子就可以起锅了 我以为就是最后是那个香油 对 所以最后还加了一点点的那个水分下去 一般大部分在餐厅里面 它大概就是一个砂锅上来 对 对 我觉得放砂锅也蛮好看的 那我们今天不是砂锅 你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的碗里面去 对 等一下把它扣上来就可以了 把它倒扣上来 对 这样看起来也不错 真的耶 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湿润 然后湿滑的感觉 主要就是不能太干 因为像一般我们的炒饭都是比较干的嘛 对 所以我们让它比较湿润一点点 可以先吃看看 实在是太让人家想吃了 那个香气也很够 好 之后我们就把它倒盖起来 这个我觉得比我在餐厅点的上海菜饭 更丰富耶 对 其实上面一定可以放一些像松子 腰果 这些坚果类的 对 那就更高级了 对 好 这个迅菇上海菜饭 当菜咯 我觉得这个上海菜饭 比就是餐厅的还要漂亮 对 因为老师加了好多的那个 加了很多料 豆皮 那豆皮超级香的 非常香 然后还有就是 我刚刚不是在节目上有说 有一些人他会觉得 青江菜有一点那个 生味的 对 那我们在这里面完全吃不出来那个生的味道 然后感觉上呢 那个豆皮跟饭是一比一耶 对 而且那个脆度是保留的在里面 那个青江菜的脆度 然后还有一个 那饭是Q的耶 对啊 老师加了两次水不是吗 对 感觉会不会是会糊糊的或什么 没有耶 这个饭吃起来真的是Q的 对 哇 好吃耶 从此以后不用到外面餐厅点上海菜饭 对 自己做 在家自己做 非常的谢谢盛志老师 谢谢苏子构金黄 我们下次见 拜拜